大家好 嘟嘟車初體驗 你怎麼在這裡 手一手就遇到 幫我的蟹餃 可以直接吃 蝦膏 滿滿的 這個是一人一隻的龍蝦 超浮誇的 哈囉 歡迎來到皮丸日常 我是皮丸 掰掰 今天呢 是我們在曼谷的第... 第六天了 然後再過兩天我們就要回台灣了 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去吃個午餐 然後下午去吃甜點 然後逛個街 重點是晚上 要帶你們去吃一間 網友推薦非常非常厲害的海鮮 吃到飽 而且重點是它的東西都非常的浮誇 而且價位也是非常的合理 所以今天會出去一整天 如果喜歡今天的行程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然後還要感謝 本集的金主爸爸 For Real的美容按摩椅 之前呢 我去花蓮玩的時候 就有介紹過了 這一次呢 我來曼谷也是帶著它 因為它真的非常方便攜帶 大概跟粉餅大小差不多 所以你只要放在你的保養品的包子 或是化妝包裡面 完全不佔空間 而且又可以保養 像我這次來一個多禮拜 所以我的皮膚呢 一定要照顧到 否則 回去台灣一定是大毀掉 這邊呢 是曼谷非常中心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山丘沃 就是他們的大型拍攝公司 轉角呢 就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四面貨 我們隨意上來 我們隨意上來一台獨獨車 獨獨車初級 你沒有坐嗎 這次來都還沒坐 沒有 這次來都沒 上次來有 我們到了 然後這種獨獨車呢 都是寒假的 然後他們拍過公司呢 都會有獨特的這種 泰國香味 不敢走到哪裡都有泰國香味 這裡好熱鬧喔 而且還有一個3D橋 我們要吃這一間 英特 進來了 應該要等一下 不過座位算蠻多的 還有二樓 都是很便宜耶 很便宜啊 超級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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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搞我看隔壁座女生 點四盤吃 我想說 什麼意思 一盤不到一百塊 我們現在是 禮拜六的中午來吃 沒有排很久了 大概就是五分鐘左右 現在它做得很好 因為它以前的很醜 點了 開買 剩下 你有打開產品 好Q喔 而且它後面這個肉 用牙齒輕輕 烤一下它就出來了 就很新鮮啊 嗯 跟韓國醬蝦比 我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韓國的醬蝦 醬蝦應該味道很重 對 它味道比較重 然後蝦子沒那麼新鮮 他們是用醬油蓋鍋的味道 尖哭耶 我們這盤上來的時候 大概等十分鐘 我們現在的菜都還沒有來 然後就有一個 小姐姐端了一盤東西 一整排 熱熱的 然後我就說 來了來了 然後我先眼睛就是看它 往上走 然後整排就算上去 這個很像上次我們去吃火鍋 然後以為那一整排 海螺位子 海螺位子 這個是什麼蛋喔 那個有點烘蛋的感覺 它裡面是那個 那個是什麼 蚵仔 那個 蚵仔的感覺 像河粉的東西 豆芽呢都要在裡面拌 我覺得泰國的調味呢 很難不好吃 就是任何的東西 可以讓他們的調味都很讚 這根本就是蚵仔煎 因為它還有那個薑 這就是蚵仔煎 裡面還有豆芽菜 但是很香 那個炒的那個國氣很重 滿清爽的 但香味也很重 超便宜的 大概五百多塊 六百塊而已 所以一個人吃下來大概三百塊 而且重點是我們有點蝦子 然後又點一個飯 真的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然後這邊呢 有分兩邊的百貨公司 一邊是比較屬於 比較年輕一點的感覺 然後對面呢 就是精品類的 我真的覺得泰國人呢 都非常非常的親切 目前為止沒有遇到一個 太多很差的店員 而且他們都很熱情 真的 不管你是誰 不管從哪個國家來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你怎麼在這裏 你怎麼在這裏 Larry Larry 手一手就遇到 這邊超漂亮的 美食街 有人來泰國 買Nike的襪子 試穿這一件 它有點真摯的感覺 但是摸起來才是非常舒服 很滑 發現他們有綠色 而且它是一整區的 就是同一個材質 有短袖 有長袖 有褲子 它有背心耶 它有背心耶 換好了 它褲子呢超短的 然後 只和M泡 沒有M泡 都在猶豫 好好看喔 真的好耶 材質真的非常舒服 之外呢 也很便宜 這才1390而已 明明剛剛就已經要結帳 然後我又一直試試 它這件超好看的 它臉上是它的品牌名字 買了5000塊 但換算台幣大約是 4330 很好看喔 因為同樣質料 魚在台灣真的很少見 而且真的算蠻多 我們在室內待了大概兩個小時 結果出來感覺快下雨的感覺 泰國什麼都好 就是太熱了 已經11月多了 我們已經11月來了 還這麼熱 真的不敢相信耶 這裡的雷震雨真的來得非常突然 剛剛我就看右邊 然後想說 我右邊怎麼下那麼大雨 然後下一秒就滴到我頭上 很突然的雨 又沒了 等一下可能下一碗會爆了 又下大雨了 嚇到 你還慢慢走 現在要去吃一間冰 叫 After You What After Life 到了到了 After You 來這邊的重點 泰奶冰 然後這個是大的 其實沒有到非常大碗 可是我覺得算大了 真的沒有大喔 很小啊 這超小的 我剛才說很小 我們一般看就是被養壞胃口耶 台中的冰就是比這個在大三倍 對啊 哇 哇 他滿出來了啦 你現在才知道 用特製菜 因為不摘它就沒有 都沒有 奶油好好吃喔 奶蓋的感覺 奶蓋 欸先生 你會不會吃得太髒了 你單純這 欸他下面有包東西耶 什麼 我幫他 麵包 欸這下面還有東西 他是誰 麵包 我不知道怎麼講那種感覺 對 而且太多了 多到你很像在吃土司 我們已經吃完休息一下 現在還回飯店 我們等一下要去吃 他已經吃到嗎 然後是賴瑞泰國的朋友 要帶我們去 這個小哥哥有改車喔 有在改喔 而且你越叫他越開心 他那邊剛好兩個後照鏡 然後他剛剛就啊 然後小哥就 小哥就這樣 怎麼會這樣啊 怎麼會有這樣開的外面 對 絕對沒有立像 你夾了 你夾了 他剛才大甩 我剛才差一點被甩出去 終於到了 現在呢已經回到飯店了 然後呢我想說 我來洗個眼 因為剛剛真的大爆汗 然後臉上呢 又全部都是雨水 我怕長痘痘 然後我這次來 曼谷帶的是 Innisfree的 綠茶洗面 跟卸妝凝膠 很好用 然後這個 已經快被我用完了 現在已經洗完臉了 然後呢 我個人是會在洗臉之後 擦一些畫面 之後呢 就要使用 4real的按摩衣 連接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常按他的開機鍵 然後再點開你的app 按UFO面膜 它就會連接了 之前我去花蓮玩的時候呢 也是有用這個 綠茶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面膜 我自己呢 要上網買一組這個綠色的 我以前跟大家說很多次 我皮膚就是很容易敏感 所以呢 需要用一些比較舒緩一點的 然後它的味道非常非常舒服 啊 就是這個味道 打開呢 它就是這個圓形的面膜 按摩衣上面的這個圈圈拿掉之後 然後 把圓圈面膜放上去 然後再把圈圈 蓋上去 不要浪費 擦上去 它現在是用濾光加熱能 從下巴挖去耳垂 再從耳心 向兩邊太陽雪方向平滑 來關注線 請重複剛才的護理動作 至少那種愛動 正在溫和的按摩肌膚 哇 收斂毛孔 使換肌膚 肌膚 由內而外 輕爽反鎖 尤其是它教你怎麼按摩 我覺得蠻讚的 然後它會自己調整一下它的模式 然後我記得我上次去花蓮的時候是 非常冷的樣子 因為那時候好像颱風 所以一直下雨 然後那陣子臉就非常不穩定 然後這次來泰國呢 大家也知道泰國就是非常熱 所以呢又非常適合用這個 UFO的面膜 我覺得很讚的是 它不管存下爪中 你都用得到它 就不會覺得特定的時間才用到它 比如說如果你買冰鎮的東西 就只能熱的時候用 然後你冬天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封起來 但這個呢就是 一年四季我覺得都非常適用 推薦給你們 讚讚讚 然後這個是消耗品 所以你們也可以去廣網買 然後它也可以使用別排的面膜紙 但是我是覺得它們的面膜紙就非常好用 而且蠻多不同的功用 我覺得蠻推薦給你們的 因為一般我的臉 只要稍微搓一下 它就很紅 但是每次按摩完我的臉 就是不會很紅的感覺 對於一個敏感肌來說 真的是很差 那我現在要趕快在 書中打扮一下要出門了 然後跟你們講 我每次只要大流汗或是大曬太陽 我就會趕快清潔 然後再上一次保養品 因為你曬太陽其實會 流失水分 不是只有冬天會乾而已 夏天的時候也要適時的補充水分 就跟你身體要喝水一樣 我一定要把這生命的事情排起來 我剛剛一直跟大家說 賴瑞呢 要帶我們去吃一間海鮮餐廳 我還在影片上面想說 賴瑞的朋友 然後我剛剛問他 說是哪裡的朋友 他是台灣人嗎 還是哪裡人 他說我不知道 就一個人在Instagram上面 密他 然後是陌生訊息 然後頭像也是鎖起來 就整個帳範都鎖起來 然後他只是推薦我們去 那個地方吃東西 然後 那邊以我跟他很熟 沒有 對啊 你講得好像一部你認識 我不認識啊 好神秘喔 連他長什麼樣都不知道 我們從飯店坐過來 大約是 40 大概50分鐘左右 好香喔 他們就在外面烤一烤拿進去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他們這邊的人 真的超級親切的 我剛才在拍那個蒸籠 想說我想要拍他把蒸籠蓋上去的樣子 但是他以我要拍龍蝦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邊等我 然後我就想突然卡掉 然後再繼續拍 這邊有分三種價位 然後這個是最低價 我們是點這個 看起來好好吃的價格 你們點一隻 他們來一隻 你們咬兩隻 他們來兩隻 他說點一隻就是一隻 所以呢 賴瑞說要吃一百隻 他們這裡剛才是用手機點餐 然後我就給賴瑞說 你點你點一點 然後他就說我點好了 我點好我的啤酒了 在哪裡吃 只想要喝酒 他吃的根本不在意耶 有橙汁 然後我就點可樂 還有花 它是要吃的 它是要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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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是最愛 這個我可以吃四個 這個是一人一隻龍蝦 就是它的價位裡面包含的 哇我的蟹餃 可以直接吃 蝦膏 滿滿的 一拉就掉了 這個是一人一隻的龍蝦 上面是起司 超好吃 超好吃 超多的 然後這個殼拆掉就可以吃 欸 很誇張 哇 哇 超浮誇的 超浮誇的 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 起司味很濃 而且它上面好像有松露 松露起司 嗯 好香 嗯 嗯 好好吃喔 剛剛還說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螃蟹之類的 牛排 這是我剛剛點的 我是點一份 雪芋 我雪芋到可樂裡面 雪芋可樂 雪芋可樂 其實我本來 是不太會吃生蠔的 但是 這次來泰國 我都一直狂吃 它的湯 非常的迷你 好鹹 我本來怕它會很大碗 非常好喝欸 真的嗎 它是比較清淡的 東洋豆 喔 是可以一直喝的 順口的 很像是 蟑螂 直接用手 這樣不好吃嗎 不會不好吃 只是它有一個 蝦汁 沒有的味道 我覺得它沾個醬 第二盤了 這一盤都是阿倫的 我們點了甜點 辣 薯 冰 麵包 沒有茶的樣子 然後阿倫還沒吃飽 但是我覺得這邊很棒的是 它可以真的點一隻而已 就是我只按一下它就只能來一隻 所以不用大家要一起吃的感覺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準備要離開了 時間大概是晚上九點左右 然後我們要到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回到飯店休息 今天的行程我覺得非常的同時 今天中午去吃的那一間 叫什麼 忘記了 什麼 Tina 反正今天中午去吃的那一間 我蠻推薦你們可以去吃的 因為它在曼谷蠻試東西 然後價位又非常便宜 那這一間我個人是覺得我願意 花將近一個小時的車程來這邊吃 如果喜歡海鮮來一定會瘋掉 但是如果你平常不太愛吃海鮮的人 你可能就會覺得 花來回兩個小時的時間有點久 所以就看你們自己斟酌啦 也蠻推薦你們可以使用我 推薦兩次的for real美容魚 我覺得外出真的非常方便 因為像我出國一兩個禮拜 已經沒時間去做我臉 或者是醫美之類的 然後就要用那個來幫我自己的臉 讓自己的臉磨是在最佳狀態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把按讚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